介绍第二节课 即第二种发音 方法和第一节课相似 我们先拼出一个音节 大家马上念出来 再念出一个发音 大家马上拼出来 稍加熟练后 我们再随机组合发音 现在我们有两种发音了 如果你只造两个音节的单词 那这个就是四种笔合 本来我们以为 多增加一种发音 那词汇量只是双倍 其实是指数字的 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新城里的部落 用两组发音的话 这时候单词就不用那么长了 Lava Plaza Map Mana Red Laka Tala Quack Mass Quebec Pred Saf